戴著口罩的男子 奔跑衝上樓梯 後方還有三名正義哥 緊追在後 三人追得又快又急 因為他們追的不是別人 竟是持隱迷攻擊 家藥女學生的弘性嫌犯 但弘性嫌犯一路狂逃 跑進另一棟校舍之後 竟然失去蹤影 被害女學生在校園廁所內 遭到隱迷攻擊 她嚇壞了 被送上救護車時 全身還不停發抖 而事發地點 就在校園地下室的廁所 警方到場時還聞到刺鼻臭味 大家一邊踩陣 一邊拿手捂住鼻子 當時歹徒就是躲在這間女廁 用沾著隱迷的棉花 攻擊女學生 結果被女學生掙脫求救 沒想到歹徒不但不心急 還好徵以下的變裝 最後才開始 從這間廁所往外逃 上課上到一半 就外面有尖叫聲 一開始是以為是女生在玩 所以會有尖叫聲 聲音越來越大 然後就跑回教室喊 就明明說廁所有人 然後我就馬上衝出去 警方到場發現 當時嫌犯從家藥Q洞 從地下室一樓女廁逃跑時 原本穿著白色上衣 後來變裝改穿深色上衣 變裝企圖掩人耳目 結果還是被三名女學生同學 一路狂追 但穿越停車場 追到另一棟Q洞大樓 弘信嫌犯人卻不見了 警方懷疑嫌犯根本是預謀犯案 而且是尾隨女學生來到廁所 他們是大一就認識到現在 是的 他是事先埋伏在女廁裡面 等這個被案人進來 警方追查五小時 掌握作案弘信學生的下落 在弘信學生家裡 將他逮捕 弘信男學生向警方公稱 他是因為想對女學生告白 才會享用乙迷迷婚女同學示愛 而被攻擊的女學生 宋一時雖然神志清醒 但已經飽受驚嚇 弘信學生一時想法偏差 不但被警方以強制罪 及妨礙自由送辦 也毀了自己前途 記者陳聲音 陳招呼 SMG小組 台南報導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